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鼻血回流 进入到我们的喉咙或者是口腔之中 这样就会导致恶心 甚至是呼吸道堵塞等现象 当我们流鼻血的时候 可以先将双手举起来 这样可以降低血压 帮助止血 同时将头部低下 让血液正常的流出 另外大家一定要注意 坐直 不要躺下 除此之外 大家还可以准备一些冰块 冰一冰我们的鼻腔或者是喉咙的位置 都可以有效的止血 那大家在下一次流鼻血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流鼻血的正确姿势到底是什么 吸烟有害健康 这是众所周知的 甚至在烟盒上也写了提醒的标语 但也抵挡不了大家对抽烟的执念 戒烟并非一日之功 很多人一辈子都戒不掉 但是可以通过饮食来减少吸烟对肺部的伤害 一 百合肝 百合可以清肺 润肺 化壳止痰 清理肺部毒素 保护肺部功能 经常抽烟的人可以多吃一些百合肝 煮粥 炖汤都可以放进去一点 还有宁心 安神的作用 二 苦丁茶 这个茶中含有氨基酸 维生素C 咖啡碱 蛋白质等多种成分 其成分可以抑癌 防癌 抗衰老 活血脉等多种功能 被称为保健茶 三 罗汉果 可以用罗汉果干泡茶饮用 具有清肺 清热的效果 还能帮助排除烟毒 抽完烟最好喝上一杯养肺茶 平时也可以适当的喝一点菊花茶 可以清肝排除肝脏 多余垃圾 女人40岁以后就一定要多吃的一种食物 不但能够延缓衰老 美容养颜 还能延迟更年期 减少负面情绪 那就是大豆和大豆制品 因为这一类的食物中含有丰富的大豆一黄铜 当女性40岁以后 我们身体的卵巢就开始慢慢衰老了 身体中的雌激素开始下降 就会出现一系列的更年期综合症 但是大豆中的大豆一黄铜呢 恰好和我们身体中的雌激素结构非常相似 可以说是天然的雌激素替代品啦 就可以多吃一些 除此之外呢 大家在平时的时候也可以口服 维生素E和葡萄籽 这一类的抗氧化剂 都有非常好的延缓衰老作用 人们都说 男喝牛奶女喝豆浆 是有非常大的道理的 如果在年轻的时候啊 就坚持每天一杯豆浆的话 会让你更加的有活力 很多人都在育团生活中 买一些莲子来吃 莲子的营养价值很高 深受人们喜爱 那么你们知道 常吃莲子有哪些好处吗 降低血压 莲子心中可以提炼出莲心碱结晶 这种物质在医学上有很大的用处 特别是对于治疗高血压有明显的效果 平滑肌肤 女性多暧昧 其实可以通过莲子心来评划自己的皮肤 在平时用莲子心泡水喝 每天喝上一两杯 长时间坚持下去 就会发现自己皮肤松拾的情况有明显好转 而且皮肤也变得有弹性 安神 不少人都有失眠失梦的情况 睡眠觉量不好 严重影响人们正常的生活 工作 为了缓解自己失眠的情况 可以在晚上睡觉之前用莲子心泡水喝 起到安神的作用 也可以提高睡眠质量 莲子心胃苦 省寒 对于体质虚寒 或是脾胃虚寒的人 尽量不要吃 患有慢性胃炎的人群 也不能使用莲子心 平时也可以喝一些花果茶 安神效果也不错哟 有很多人都说 拔智齿呢 就等于瘦脸了 那今天呀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拔智齿对于人体有什么好处呢 一起来看一下吧 一 减少曲齿的出现 因为智齿的位置呢 一般都是不正的 就会导致智齿和前一颗牙齿之间呀 非常容易残留一些食物 而且呢 还不容易清理 如果一直流的智齿啊 就会导致曲齿的出现 破坏我们的口腔健康 二 避免出现牙龈发炎 因为智齿生长的位置 是属于我们牙床和腮的交接处 这个位置呢 周围都是松软的粘液组织 抵抗力啊 也是相对而言要低一些 所以说非常容易出现 牙周炎的问题 三 导致相邻的牙齿松动 因为智齿的牙草骨呢 很容易被吸收 从而啊 就会导致其他牙齿松动 对口腔健康很不利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是否想要将智齿拔掉呢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